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跳起来 你会唱吗 不会 凡是我会唱呀 我记不住歌词了 这个 哎呀好嗨呀 今天一开场 不由自主的觉得应该跳起来 对吧 我觉得你应该唱起来 因为你毕竟是得过十家歌手的 唱歌获过奖的 咱也差点就出了篇是吧 哎呦你知道我在家 但凡是有这个歌放出来 我妈就在旁边 她说你跟着他们一起跳 我说我才不跳呢 我觉得你就应该跳 是吗 你现在白头发这么多 就是因为不跳广场舞 哪跟哪啊 对因为你跳了广场舞 这个气血活了 你这头皮供血足了 头发就不会变白 那你白头发也不少 你咋不跳 很多男孩 所以我要深刻检讨 我就是因为不跳广场舞 才有这么多白头发 哎呦这个 跳广场舞怎么说啊 你说现在 这个我每年回家过年 我都就不管是在县城里面 还是在农村里面 你都会看到 好多好多人 而且是你每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跳 就整个广场 我们现在那个中心广场 就几乎是被跳广场舞的 给占领了 我每次去散步 我都去 我都去看 你就应该跳 我妈在旁边 她就心痒痒 我说你怎么不去 她说害羞 我说这么多人 怎么都不害羞呢 她说那你怎么不去 我说我也害羞 我说觉得 我觉得有点丢人 就是年轻人 我跟你的想法 但是那些是大妈 都是四五十岁 上了年纪或者退休的 对我觉得 我怎么觉得 她其实就应该 推广到年轻人当中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从大的方面来说 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比如说 昨天我们说的赵黎萍 那个女的 没事老逼她 赶着赵黎萍是个男的 她枪杀的那个女的 如果那个女的 经常去跳广场舞 把自己内心的 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发泄出来 可能就不会有 后面这一出 她就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哪跟哪啊 你这同事 咱们再说 比如说她是年轻人 再稍微大一点的 可能工作压力大的 职场女性 她们经常有很多压力的 而且现在社交活动 也少了 如果她们能每天 坚持下了班以后 去跳广场舞 那这是一个群体性 参与的活动 年轻的女孩 香港下了班干嘛 要不然去练什么瑜伽 什么热瑜伽 或者去打什么泰拳 就是你觉得那个比较时尚 就是你跳广场舞吧 很多年轻人不嫌弃吗 她其实不是嫌弃 她对身体不好 或者干嘛 也不嫌弃她吵 嫌弃她低俗 但是大俗才是大雅 我觉得这可能是 现在年轻人的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 如果我们办公室 每天大家跳个 三四分钟广场舞 那我觉得该长个儿的女生 就能长个儿了 产后需要减身的 减肥的 就可以这个瘦下来了 有些嫌不出去的女生 那通过这个身体越来 身材越来越好 那也就越来越有个人魅力的 好 从明天开始 你带头在办公室里 跳广场舞 行 我带头跳 你带唱 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又要聊这个吧 主要是呢 你看广场舞 跳广场舞的大妈 就现在越来越被污名化嘛 你觉得是不是污名化 是有一点 因为确实像你说的 有点扰民 所以经常什么被泼粪啊 然后跟跳交易舞的那帮 老太太老头打架啊 等等 还有打架的 对 包括广场舞都有内斗的 比如说我是 我看了那个西坡的 还是那一篇文章嘛 他就讲了一个例子 就说我是泉水叮咚派的 你是什么另外一个 什么倍儿爽派 最绝民族风派的 好 我们就来比一下 看到底哪家是真正的 正宗的中国广场舞 你说这个跳广场舞 就是他们就说现在得有一个标准 就你是你可以 你有你的派别 我有我的派别 但是体育总局他觉得都行 但我们有一个标准舞步 15套 你觉得要不要跟着那个学吗 是12套吧 12套 差不多吧 十几套 对 反正之后还会有的 我也看这个体育总局说了 现在只推出12套 以后还会陆续推出新的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武术 你像以前中国武术 可能门派特别多 现在也有这个武术比赛 但问题是武术上 它有一些规定的套路 但是它也没有限制 各家各派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 虽然把广场舞上升到 跟武术一样的这么一个层面 稍微有点过 因为武术毕竟是国粹 你也不能说广场舞是国粹 但广场舞毕竟是一个 全民性的运动 你真的是很难去规范它的 但是你出一个标准的版本 可能是有好处的 起码显示了国家 这是文化部和国家体育总局 一起推的吗 在国家层面 对广场舞的一个认可 就是说你放在民间 它有可能被年轻人 去污名也好 去指责或者批评也好 但是人家现在的官方认可 是觉得它是城市的 一个风景线 甚至觉得它成为 一个城市名片 它可以说某种程度上 官方给它挣了一个名 甚至成为了一种国家特色 国家特色 对 还是要引进去澳大利亚 还是干嘛 很多国家的华人 其实都会在跳广场舞 前一阵我还看 有一个英国某个大学的老外 他非常热爱中国文化 他就在那唱广场舞的那些神曲 后面领着一群人在跳广场舞 所以你说这也是一种文化输出 对不对 虽然我们可能觉得这些 不是什么好的东西 输出去丢人 但无形中它也是代表了一种国家文化的强大 我估计如果咱们听众有一些大妈呀 或者阿姨一样 我妈还加了你的微信 真的假的 有一天她忽然告诉我 我加了凡素 好吧 我等会儿要清出来 但是他们听了我们老讲 他们什么丢人啊什么的 估计心里不舒服 我真不觉得 咱不能再说什么丢人了 我实话是说 我每次回去到广场上 我都在那我都巴不得天天在那看着 但是我老公在那催 他说有什么好看的 那这个东西你回去看电视不就完了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我看有很多小朋友 他们也一起进去跳 然后还有人出了一个视频说 这就是姥姥或者是奶奶带孩子的后果 然后那小孩跳得可棒了 真的 棒棒的 我姑妈就是就这样带着那个带着她的孙女 但是你看 我就我就看有些文章 他们就试图把这个广场舞这么一个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现象 他想要去进行一些比较深度的解读 那比如说你如果林语堂先生 他以前说一句话嘛 他说你看你怎么样去了解一个人 你要看他闲暇时间做什么 他这个呢是比较能够凸显出他的个性特征 你看一个国家 他说也是这样 你要看他那些人群 他们闲暇时间做什么工作之外他们做什么 那你对于退了休的那些大妈们阿姨们来说 他们可能可能最大的这个闲暇时间做的东西 就是去挑广场舞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年轻人 好像你觉得他审美上啊 或者什么扰民啊 这些公共秩序上不太受年轻人待见 我们就可以去去一味的去忽视他 或者去去谩骂他 就你如果好好的去研究 或者去接近他们 你会发现当中有很多很深层次的 那些所谓的历史和时代的这些原因 就为什么他突然就活起来 所以昨天我也是一直在想哈 我说我们要聊这个 你怎么聊 咱也没有跳广场舞的经验 咱也没有去骂过他们 只是围观他们 但是你发现看了那些 有一些比较严肃的学者 他们研究出来之后 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课题 就你没有办法去绕过他 因为他现在确实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冷的热点 就他永远都是在你的话题库里面 可是呢 他没有说像什么柴镜雾霾 突然之间全部被刷屏 但你跟任何一个人聊起的广场物 总是会有的聊 所以这就是一个社会现象 国民性话题 对我们可以去 在在那个深入的去讨论一下 那为了好好的准备这些话题呢 我们真的是在网络上搜搜集了很多 好好研究这个话题的这个学者 我就找到了两位 他们呢 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呢 是中南大学政治系的老师 那另外一个呢 是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老师 他们都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啊 或者公共管理的这个角度去研究 本来是一个非常自发的项目 他就说 之前在北京上学 看到00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那种跳广场舞的前身 他就是全民健身操类似那种 但是慢慢的发现呢 到08年就是奥运会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跳的人 参与的那些群众是越来越多 那到了1213年 就是什么泼粪门出来了啊 什么什么门出来了之后 就这个话题突然之间 他就他就活起来 但是现在呢 就是咱们没法去统计 全中国到底有多少大妈在跳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点你可以肯定是 这个需求是有的 而且广场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在这个广场舞大规模的出现之前 中国其实也活跃着类似的一些操啊 或者是组织等等的 但后来很多他们都被归作邪教了 那个时候 归作邪教了 对对对 比如说那个时候非常出名的 像造成了很多人这个死亡的那个什么功 然后包括我妈 他们那个时候还接触了除了那个功之外 还有什么各种大大小小的地域性的地方特色的功 我妈就接触了什么强德功 其实大家做的都是一套 就是组织一大批人去广场上练这个功 可以说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只是后来这个东西 一方面它确实是有很多危害的 有很多封建迷信在里面 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 它确实也是有一些不法的个人 想利用这个去组织一些不法的事情 包括为自己牟利 因为卖一些音像制品或者书籍等等的 其实你去看一下里面都是非常低级 非常迷信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现在这个广场舞它又健康又安全 就是所有人他都觉得这个东西对自己是没有危害的 首先是官方它是认可的 可以让你慢慢的这个发展 但是民间大妈们去跳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那其实那刚才说的两位学者 要不然我们今天就来听听 他们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现象 我们每天都聊 但是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就有很多 就是我之前想不到的 有这么深刻的一些发现 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老师呢 是来自于中南大学的政治系的副教授 他叫做米利 我也是今天先问到他 我现在体育总局 他们推出来这个12套的标准 适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推出 那对于这广场舞 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作为一个广场舞的本身来说 他们在实际的跳舞过程中 他们可能会觉得 它变成了一个鸡肋 怎么说呢就是在 因为我们有同学是实际跟他去跳 跳了大概两三个月 然后他就发现跳舞有一个周期 就是他们要学一首新曲 大概要一周左右 一周到十天就可以跳得很成熟 然后你再接着往下跳的话 大家就觉得很厌烦 没有意思 就没有心意 要追求新 他们就会去寻求新的这样一些舞蹈 所以按照这个规律来说的话 12支舞曲翻行下去 它能够有没有持久的生命力 我非常的怀疑 而且广场舞它有很强的一个地域性 就是说在不同地方的人 喜欢的曲子和舞蹈的风格 都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在湖南这边 有很多人喜欢唱那个刘洋河 他喜欢用这种民歌 然后在西北地区呢 他们就喜欢用当地的一些民曲和民谣 那这样用国家 这样一种统一的标准去的话 能不能符合他们那种情感的需要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疑问 当然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因为现在广场舞越来越引起官方的一个重视 所以呢 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比赛 比方谢力组织的 视力组织 审理组织的大型比赛 在这种比赛中呢 他们可能会 我觉得可能会 会学取12支中的一支 或者两支作为他们参赛的曲目 但是真正他们平时自己的跳舞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 然后非常取决于领悟者个人的一个爱好 还有他们群体的整个的这样一种偏好 还有网络上的引导 取决于很多因素在一起 所以真正能不能实行 可能还是一个一个一个疑问 我看有一些关于这个出标准的评论 就是说其实他们会几个团体之间 会有一些斗舞的这么一个情况 比如说你的那个团 是跳这种风格的 我的那个团 我就换一个风格 好像大家有一种争气斗艳的 这么一个感觉 我就想问一问 就包括他们内部的那些管理 您刚才提到有同学专门去研究 他们内部的一些矛盾和冲突 是吧 他们会因为什么起冲突呢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 大家好像我想要比你跳的好那种 您刚刚说的是一个 就是舞团和舞团之间的竞争 那他们内部呢 就其实因为你作为一个组织者 他们是要承担很多的责任 而且广场舞本身 它不是一些盈利的机构 很多都是完全自发的 所以他们内部呢 就有比方说 有时候会收一点 很便宜很便宜的会费 然后会费的管理 然后内部呢 还要承担比方说下载这个歌曲 然后领舞者要给大家去教 这个新的舞蹈 然后他的责任感 然后比方说他要做这些事情 他可能自己 因为他自己网络知识也不够发达 有一个女士就是 他自己也不太懂 所以他就要求 他要请他的亲戚 帮他来下载舞蹈 那他请别人的时候 他就不好意思专门去 单独的去 老是去白白的麻烦人家 他就每次给人家带一点水果 带一点小零食啊什么的 然后他自己去贴这个贴 而贴这个贴 大家又没有反应 他就觉得 我应不应该贴这个贴 就觉得心里边有一种不平衡 所以内部要 但是他如果要提高会费 别人就又不高兴 你为什么要提高会费 然后包括有人可能 自我觉得撬得非常的好 然后要领舞 然后其他人发现 他撬得一点都不好 就说哦 那我们可不可以 换一个人来教 然后他们自尊心 就比较受伤害 所以内部还是一个 小集团内部的一种 人际交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管理 或者财政上的 这样一个小小的矛盾 其实他和我们日常的 一个小群体里边的矛盾 看到的都非常的接近 那您觉得现在 广场舞这么红火 就有的时候也会 收到社会上的一些误解 或者是批评 尤其是年轻时代的 似乎就刚才您开头讲的 对他们那些舞蹈 有一点不屑 或者我不想 或者我更加不想 跟他们一块 就是他们知不知道 社会上对他们 有一些的议论 甚至是批评 他们会怎么回应 对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然后不过有很多舞团 他们是态度比较积极 比方说 如果说觉得他们是 分贝太高太吵 他们就会想着 我们要不要调低音量 然后把时间 稍微做一个调节 比方说原来 从7点跳到9点 可能旁边小孩子睡觉 就太吵 那就把它稍微 时间压转一点 或者提前一点 就会做这样一个调整 但是有时候 它也取决于 外界对它的一个 压力的一种方式 如果外界是 很强势的去压的话 他们内部也会 很强势的回忆 他们解释出说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自由 那我们不跳舞 你们让我们干嘛 你们给我们 找一个解决的方案 也会有一种 很强势的方法去反对 如果外界是比较 比方有些学生 我们观察的一个 是在大学里面的一个群体 然后学生就会去找他们 说我们要自习 可能可以生意小一点 然后几次之后 他们会适当的 会调小一些 所以我觉得 根本的问题 还是一个公共物品 供给不足 然后资源太缺乏 所以大家都在 争夺资源的一个矛盾 但是您观察下来 你会不会觉得 就中国人在处理这种 公共生活 他其实久而久之 他就也变成一种 公共生活 他会 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 会不会 他不是特别擅长 或者习惯于 首先为别人着想 就先雇自己的权利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确实有这个 就是说他不考虑 别人的需求是什么 首先考虑的说 那我怎么办 我要怎么处理 所以这是很 我们观察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有时候要和他们理论 他们的仗着人多势众 你还没有办法跟他们理论 所以这是蛮明白的 因为我们前年的时候 我们在美国也观察过 他们洛杉矶地区 有一个华人群体 他们也跳一种舞 叫排舞 也是上午有十多个人 在公园里边 然后他们就会主动地 把音量 虽然公园是很快阔 也没有特别大的声音 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噪音 噪音干扰的问题 可是他们严格地遵守 当地的法律 就是要把它调到 多少分贝以下 然后每天早上很安静地来 然后大家跳几支舞 然后很安静地就离开了 但就首先想到说 这是一个制度 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律 我不能违背它 但是在中国确实是有这个 大家大家人多势众 法不责众 所以有时候就会把个人的权利 无限地放大 然后我也不在乎别人的评价 所以我想他们的一个恶评 可能很多方面来源于这里 就是跟他们争的时候 没有办法争 好你看学者就是学者 他们就可以把一个 好像已经是犯娱乐化 甚至是污名化的这么一个问题 他就理解起来 就可以往一些学理方面的方向去理解 比如说他们研究政治学 或者研究公共管理的 他就会讨论一些关于什么自由的界限 法律的一些规则 就比如说为什么在美国 好像这种纠纷就显得少一些 尽管是说我们在中国的社会新闻里 看到说美国纽约 还是哪公园里面被中国大马炒 但其实他说你关注后续的话 会发现他很快就平息下来 因为他的规矩是非常非常的明晰 而且就感觉到美国的这个文化的包容性 他非常的强 就不会有像中国一样 有那么多在舆论场上那么多的非议 他这个其实他也看上去是一个 跟法律和社会文化是相关的 这么一个话题 再一个就是你公共空间足不足够 你怎么样去好好的分配你的功能 甚至你可以跟一些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像什么老龄化呀 什么空巢化呀 甚至什么城市化呀 包括一些社交困境啊 甚至还有性别趋向 他们都可以给他研究起来 比如说这确实也是我实际看到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农村的亲戚 他平常可能就是干农活 他对自己外在的 他没有时间去打理去收拾 但是呢后来跳广场舞了 甚至有一些去表演跟别人比赛的那么一机会 就变得花质招展的 就非常非常上心于去买什么样的衣服 买什么样的鞋子 甚至他很很享受周围来自男性的一些一些围观 就是一旦人的观众多起来了 在旁边看他表演 他整个就来劲 你就会觉得 哎呀这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谁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什么亲戚吗 你都觉得换了一个人似的 就那种好像被尘封的那种女性的美 他突然之间被点燃了 我觉得特别棒 樊肃你太应该去跳广场舞了 没有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广场舞这个东西吧 它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之前赵先生说聊到中国足球 当时说足球不是要和 咱们那个听众是吧 对分开嘛 其实有拉动内需的需求 但我觉得广场舞在这个方面 真的是比足球更加拉动了内需 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很多女性 他们去纷纷去为了这个 在广场舞上表现更好 去打扮 去买衣服 去买化妆品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很多广场舞的交流啊 等等的也促进了这个戏服产业 包括文创产业的发展 比如说像什么小苹果 那个电影其实一点都不火 然后票房也不高 但是这个曲子确实就火遍了全国 大象上象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曲子火了 小苹果才去格拉美拿了奖 我们这个文化也到了美国的最高的音乐殿堂 流行音乐的这个圣地格拉美去拿了奖 你说这不是为国争光吗 对吧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 对不对 就是你甭管说什么 他的那些文化不高级啊 或者他的歌你觉得庸俗 但是他就是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去用我们惯有的那种价值观 或者眼光也好去去那个骂他 对 我看不起他 我觉得首先得去了解他 那要说到了解呢 那肯定就会有很直接的问题 他为什么能够火起来 他到底有什么更加深层次的 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历史呀 或者时代的原因 我们等会呢 还要请另外一位也是湖南的老师 他刚才那个米丽老师是夫妻档 他们两个呢 就一起来做这个 就自发的来进行这么一个项目的调研 等会呢我们来听听黄勇军老师的看法 下一个新闻稍后见 U-Radio U-Radio News and Music 好 欢迎回来三天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那说到这个广场舞的研究 今天呢主要是两位湖南的老师 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他的这个介绍的 他的这个研究的背景 是什么呢 就是2012年的时候 湖南师大的 等会我们要听到的这位黄勇军老师 他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就带学生进行个主题辩论 然后就也是辩论到什么自由啊 什么法律啊 公共空间的这些功能啊 结果聊着聊着把学生们 他就举个例子 你看广场舞大妈怎么怎么样 他就把他做一个 就是当下你要检视这些规矩的时候 特别好的一个范本 好 聊着聊着就发现啊 这个广场舞大妈身上 他可以贴的标签 或者他可以被来 被用来检视的这个尺子越来越多 于是黄老师就说 那咱们干脆弄一个 广场舞研究的这个小组 后来呢 他们就一二年开始 就带领了几个学生 包括他的夫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明治老师一起 他们就在七个省市来展开 什么湖南啊 宁夏啊 贵州啊 湖北啊 就开始利用寒暑假的时间 在做这么一个一个项目 他也没有立项 就是自己自发的觉得有兴趣 当然现在研究到 目前呢 已经是准备准备出书了 那我们首先就问问 这个黄老师 到底这个广场舞 是怎么样活起来的 这个年代的大妈们 她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第三十年来 或者说建国以后 她就不断的有 有经历去改革和改变 在那种文革期间 这一代女性 对当中的那种半面天 然后来受到重视 就引起了政治上的一个烦心 发生一个解放 所受到极大的关注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呢 这一代人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一个 市场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目前这一代人 她是存在一个 从国家层面来讲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的 受到重视 作为半面天 作为政治恋爱 受到重视 从社会层面来讲 她又面临着比如说 固有的那种小区单位 还有乡村的那种农村 被解体的那个过程 因为大家都存在化了 然后有些是下岗职工 她没有单位 没有那个农村 乡村那种氛围 也不再有社区的氛围 所以她用熟人社会 从社会层面 她的熟人社会是解体了 然后从个人的那个家庭层面 也是解体 因为以前 传统上来的是一种大家庭 但现在随着 那个计划生育之后 已经成了独海家庭 或者是空草家庭 所以她从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和家庭层面 她都得不到 就以往的那种 她熟悉那种生活的环境 熟悉那种生活的情境 然后广场舞的出现了 恰恰给了他们 给了他们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契合点 就第一 从广场舞的这个 国家层面来讲 当时是全民健身 所以她觉得 我挑广场舞 是受到国家层面的一个认可 但从社会层面来讲 这广场舞又是一个群体 就大家虽然不认识 但是很关注的认识 是一个 又重新构建起她的一个 所谓说社会 一个那种熟悉的那种生存环境 加上家庭和个人层面来讲 她也有了一个 可以社交 可以交往 可以交际的那一个过程 所以她之所以 广场舞那个入门的 那个门卡又很低 就很容易跳 你从乡村来的 你从随便哪个地方来的 你不要那么高的文化 不要那么高的那个水平 跟着跳就可以了 所以她这样的情况之下 她就能够消极 这一代女性 或者这几代女性 那种类性的孤独感 估计感 这种端链感 所以 这个内容的题目就叫 端链时代的自我磨合 就现在我们处于一个 高度端链的这个时代 但她们跳广场舞 是一个自发的 或者自我的 能够弥合自己这种 这种端链感的 一个过程和一个程序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广场舞 呼唤一下子这么风靡的话 我觉得它不是外 不仅仅是外部的原因 最主要还是这种 最统大女性的一个 内在的需要 而这种 这样一个形式 再次满足她们的 对这方面的需要 就是我们看到 大街小巷 都有人在跳 广场舞的时候 其实作为一个观众 人群当中的一份子 你看到会有一些意外 就是哎呀 就是如果说 按照传统来说 中国的女性 是比较害羞的 就不是习惯于在当众 你可能舞姿 也没有那么漂亮 身材也没有那么 恶挪多尊 你就愿意当众 在展现自己的 肢体动作 就是会觉得 似乎不太像 中国人会做的事情 就这个层面 我也想知道 他们是怎么样 迈出心理上这一关 比如说我妈什么的 我说你也去跳吧 她说不行 我害羞 就是为什么 这么多人 就不害羞 这个东西 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 是他们这一代人的 那个成长的经历 因为他们成长的经历 当然是属于那种 文化大革命时期 就是集体主义 然后那种广场政治 比较发达的时候 在那个时代里面 我们都知道叫 你不论是诉苦 还是去批斗 还是去做别的 其实都是在 大庭广众之下 表达自己对于 恩品质 或者某种 利益集团的一种仇恨 然后也表达自己 对国家 或者对党的忠诚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其实养成了 这样一种 向外表达的 这样一种习惯 现在再从广场舞来讲 因为它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所以它有那样一种 在广场上表达 政治诉求和政治意愿的那种 那样一种习惯的话 它在广场上去跳一个舞 接这个来讲 我觉得这阶段来讲 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做过很多调研 就在调研的过程中间 那些大麻们要加入这个群体 它真的是有纠结的 就是我在英国的 普治茅斯大学 讲座的时候我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广场委当代社会的一个 关联冲突问题 就是它要加入这个群体 它首先它存在一个 你刚才说你妈要的时候 会存在这种类型的纠结 就是说我去跳还是不跳 我跳得不好 那人会会笑话 对呀对呀 就是首先是它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纠结 所以它这样的纠结 但它又确实有 我刚才说一种加入的冲动 因为它看别人在跳 然后它觉得很有冲动 去揭示他们 然后认识他们 然后进去 所以往往来讲 绝大多数人 最好是会 这种社交上的冲动 和内在的需求 会诞生自己的一种 害羞啊什么的 就是一个 一个冲突 这些冲突什么呢 可能家里人会反对 你是鼓励你妈做 但是有很多的那种 那种他的子女 是反对他妈去 对不对 所以你这跳舞 让人家子女觉得 很难堪啊 然后是影响家庭的 那个结构啊 影响家务啊什么的 但是后边我们发现 从标准发现 他一开始反对的人 那些女儿什么的 往往没进 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跟着他妈去跳舞 因为他这个跳舞 能跟他妈带着很多好处 比如说身体上很好啊 比如说 社交妹越来越广 比如说 她们人脉越来越广 比如说 大家有更多好玩的事情啊 不再像以前 那种空调家庭一样 大个活得很郁闷 所以可能他女儿没准 冰着他就跳了 所以一般来讲 我觉得他会经历 这两个家庭的 个人的这样一种 那种纠结和考量之后 很多人是加入进去 他就绝不推出来了 然后他加入的方法 那一般来讲 有几种 有种是那种 在我看来是那种防守性的 就比较被动 他就站在一个角落里看 跟着跳一跳 觉得一慢慢跟着熟了 他就融进去了 因为大家都是那个年龄嘛 所以各种话题 很快融进去了 还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有人 影见的话 比如说他的一个朋友 就带你去跳舞 那他就更无所谓了 他就跟着你去跳去了 所以这是他们 能够克服自己那种 类型的那种害羞 那种不情愿的那种原因 第一他们其实有广场的 在广场上 这种展示的那样 一个记忆 第二个来讲就是说 他确实有这种 在广场上跳舞 然后加入这个群体 这种强大的需要 那种现实角度来讲 每一个广场群体 他又给那些新的那些人 提供了很多的途径 让他们进来 比如说人介绍 比如说看了有新的人 他们很热情 比如大家随便聊聊天 然后大家就会说了 会说他就进去了 大家继续这种一个集体 他就 那样的个人 就已经不再重要了 他已经不再在乎 别人怎么看他 还是他们这个集体 怎么看他 所以这层次 他们消解他们那种 害羞感的最主要的 一个原因 那再一个就是 外界也看到 很多很多的评论 就是针对 跳舞的广场舞的 这个大妈 当然有人觉得很好 因为强身健体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 他可以拓展自己的 这个社交圈 也可以成为甚至城市的 一道风景线 我自己就喜欢去围观 那些跳舞的大妈们 但是很多年轻人 他们会觉得 他们跳的不好看 或者觉得很扰民 甚至就觉得厌恶他们 有很多社会新闻 比如说去美国的公园里跳 或者在等飞机的过程 那么也在跳 他们就觉得丢人 丢大发了 就是这个 您怎么样去理解 我们怎么样去分析 这种是不是存在着 一种所谓的 代际之间的矛盾 或者审美之间的差异 这个严格讲 应该是两个层面的 一个就是你说的 代际和审美 因为那一代人 他承担的经历 他受优惠的背景 他经历的事情 和这一代年轻人 他确实完全不同的 对我刚才已经想象 那代人的背景 而现在这一代人 他更多的是 比较自我一些 他会关注自己的一些利益一些 就这是一个方面 包括审美 他都是一些 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更小俗一点 然后更喜欢那种 个人的一种情感的流露一点 但那一代老人家 可能更喜欢那种 比较张扬的 比较奔放的 比较大 大家都跟着跳的 那种东西一些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内在的 另外一个原因 是一种外在的东西 就是广场舞这个现象 它那么大的范围 那么多人 在那么长的时间 在那儿跳 它确实也造成了 很多的外部性 比如说噪音 比如说把场地占来 这样的话 也确实是会让周边的居民 或者其他的人 产生一种不愉快 然后你再说到国外的话 那就是它是一种复制 或者是一种 简单的一种移植过去 所以可能会让很多年轻人 觉得感觉上也接受不了 这可能是广场舞 在年轻一代 或者说在现在的社会里边 产生影响的原因 我当时分析说 广场舞其实刚出来的时候 我说过在这个00年代 就已经开始了 然后在08年 前后是已经达到高峰了 但到我们研究的时候 我们是12年开始组织 这个研究团队 研究这个广场舞 所以到12年为止 大家都还不关注这个群体 换言之 就在这个年代里面 这个十一年的过程中间 就是除了这个群体之外 当时的社会的这个核心力量 是离这个广场舞的群体 不是很远的那个群体 所以他们相当于对广场舞群体的那种 内在的需要 他们的背景 第一有一种认同感 就是他们还是经历过那些事情 第二来讲 他也有一个同情的理解 因为那些广场大部分 可能跟他们离得很近 不是那么爱意什么的 所以他们接受比较多 但到了目前这个状态 就是一几年以来 随着那个更年轻一代的 尤其那个懂网络的网民 那个兴起 他们那种更年轻一代 他们对大妈他们当了基业 当了那种历史的情境 他们就没有那种概念了 第二他们离这个大妈群体越来越远 他们也从心理上越来越熟练 再其次他们懂得去操作一些世界 就比如说13年开始的很多世界 什么破粪门 什么人水 荡熬 门器 他们有一种别的方式 能够迅速引起网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 这样的话 就这一代人 不仅他是越来越离大妈群体越 而且他们有一种大妈们不能理解的方式 能够迅速把大妈们炒出到 他们也不可能想到的一个经济 这可能是大妈 大妈这个群体 而且大妈观察舞这个群体 到了13年以后 迅速被关注 迅速引起很多 很多效应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是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 黄永军老师的一个分析 因为他从12年开始就来进行 这个广场舞的专门的研究 他最后讲的那个 我就感觉像是大妈们没什么话语权 或者说他们也不是很在乎 就是在网络上跟人争论 或者为自己证明 就我跳我自己的舞 你们爱怎么议论怎么议论 我觉得这个跟现在的整个经济结构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老说这个经济结构决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结构 然后你像我们可能是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是白领 我们是年轻人 我们手里掌握的这种经济资源和网络资源 都要比这些大妈们来的丰富的多 而且我们会有一种心理就是要脱俗 但是我们所谓的俗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门槛低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会认为农民工只靠力气赚钱 那它是一种俗的活 因为谁都能做 但是比如说我们俩呢 平了一张嘴坐在这儿就把钱说话就赚来 对但是可能就会有人会觉得 我们这个职业其实非常的高级 有吗 但是但是会有人认为 我们如果跟农民工比 就其实都是这个他们做的 就是最简单的体力劳动 对所以其实说实话 反而付出体力劳动人 真的是应该值得被尊敬的 因为没有他们的付出 你就看不到我们今天 所有的这些基础设计的结束 所以这跟跳舞的大妈有什么关系呢 跳舞的大妈们 他们做的事情 可能是一个简单门槛低的 但是他跟瑜伽 比如说瑜伽 我们是要把这个经脉拉通 然后让自己的血液循环畅通 减少生理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去跳交易舞 比如说我们去练武术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前面那些东西门槛比较高 你比较难去达到和实现它们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是高级的 它不是俗的 但是交易舞这个东西 但是广场舞这个东西 你只要入门就会 管你的筋拉不拉的开 管你的这个腿伸不伸的直 你过去跳两下 你就OK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俗的东西 谁都能干 那它就不是我追求的 但是其实反而广场舞 它是最简单 最异形 达到的效果 又跟之前那些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心理上 给它贴了一个标签 这个东西是俗的 就是因为它门槛低 简单 异学 我不屑 这个是我觉得 这是个美学的问题 就是你年轻人 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审美 比如说有人他怎么看 他都看不惯春晚 但你会觉得广场舞 他有的时候那种美学吧 你就说他们的衣服都是 但是你说的这个 大红大紫的 对你说的这个美学 是精英美学 绝对不是全民美学 因为我们之前做过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嘛 所有的这些精英们 都是想用美学来包装自己 用自己的美学 什么眼光来突出自己 多么的与众不同 多么的精英 但是反而我们忘了 精英可能决定了社会的走向 但是支撑这个社会发展的 恰恰就是这些草根本 这是还真是一套一套的 今天 但是说来说去 就是说他这是一个 这个社会现象 或者说你得去研究 为什么这么多人 他都爱跳广场舞 他在那个人群里面 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我反倒觉得 我觉得我比较能够受落的这些 接受的这些理由 就跟刚才两位老师分析的 跟年轻一代 他们的那种受的教育也好 或者他们那种环境也好 是有很大的这个关联性的 比如说他们可能喜欢 集体的这种舞蹈 他们在集体当中呢 可能会有一种安全感 我是觉得 不像现在的小孩 可能从小他就是独生子女 或者说他在个人的那个空间里面 可以享受到的东西 可以供他选择的娱乐东西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闲暇 我可能我不爱去凑热闹 我自己看电影 上网看个书什么的 我觉得我也过得非常的充实 但可能咱们妈妈那一代 他们就不见得 就像我妈待在这 她会觉得百无聊来 她必须得跟人聊天 参与到一种社交生活当中 群体的生活当中 她才会觉得 我活在这 我是有价值 或者说她感到自己的那种 那种存在感和安全感 还有一个呢 就是年轻时候 他们可能就是激情 没有得到那种足够的发挥 或者是宣泄的这么一个空间 就你到了老年的时候 甚至有点像抓住青春的尾巴 但是就是你让你重新焕发一种 一种青春 包括之前我们讲的 为什么他会这么在意 旁人怎么样去看他 甚至男性的那些 那些目光 他是觉得自己是做一个 就很很美的这么一个 一个载体 他是出现在大家的那个焦点当中 我反倒觉得这可能 是我觉得更加 我能接受的这么一个理由 那刚才两位老师讲的 都还是觉得有一点 学理性强啊 那要不然我们等会真的是 再找一位 室友实际的去观察 和组织这些广场舞 比赛经验的一位 县里的宣传系统的 这个干部 我们等一会儿 来跟江西的段先生聊一聊 他其实也是我们非常热心的 一位听众 三里华新闻稍后见 室友 More Than Radio 好的 欢迎回来 三里华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接着呢来聊聊 这个广场舞的实践的问题 那刚才有两位老师呢 他们讲述了自己 研究广场舞的这个体悟 和他们的结论 也是谈到了兴起的原因 包括他们在内部里面 有可能会因为什么样的事 起一些冲突 跟政治学又怎么样扯上关系 怎么样去理解什么个人的权利啊 什么消极的这个自由 和积极的自由 集体的自由 这些各种的边界问题 你要是好好的 从这个学历方面的去探究的话 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范本 但是我们如果从落到实地上 就是看那些组织广场舞的 这些个团体来说呢 其实有更加实际的经验和故事 值得我们马上去分享和来了解的 那等一会儿 现在立刻来连线 在身在江西的一位听众 段先生 他本身的是一位 这个县里的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 他也是组织了很多的这个光场舞的比赛 也是见识到了在县一级的 和这个村一级的这些广场舞团体的 纷纷和和起起落落吧 段先生你好 白叔好 敬余好 好 谢谢你跟我联系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广场舞 他可能从这个人际交往方面 他也是能够看得出一些 现在中国当下的一些人际交往的这个模式 这个当然说的有点有点学究 那如果说你接触到的 比如说夫妻之间或者邻里之间 他们会不会因为这广场舞的出现 会有一些关系方面的变化 能不能有一些故事分享 那我想作为一个社会活动 如果大家一起去参与进去 总会变得和谐些些 就像我们那个外交的指令一样的 对话是促进合作 促进社会和谐 好关强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像我们一些村里面的一些广场舞队 然后一般跳舞的都是那些妇女 丈夫干嘛呢 丈夫就去帮那个妇女买音响啊 不先跟她买服装了呀 把她们打完她漂漂亮亮的 有的时候也去做啦啦队员啊 他们出去表演的时候 可能是做跟班的啊 去搬道具的呀 嗯 那样她就多了一层交流 同时呢那些妇女的 她就跳舞嘛 健身了 自己也会变得很 有一种美感了 至少啊 虽然这个美感 跟刚才村里讲的 就是可能不是那种白领的美感啊 可能是普通老百姓的美感 但至少是变美了嘛 嗯 她又不去打牌了 那我觉得就是那个关系就会浓下很多 有沟通了嘛 有交流了 有生活也变美了 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 就是这个生活更丰富多彩了一点 嗯 哎刚才这个湖南中南大学的米丽老师 他讲的一个故事 就说其实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冲突 有的可能是因为他刚才举那个例子 说下歌 每次下歌我都因为托朋友嘛 我自己得去买点什么水果啊 小东西给人家 但是久了之后吧 我心里就会不平衡 凭什么每次都是我 他就说要提高那个会费的标准 但是提着提着吧 别人可能不太愿意 甚至因为呃 凭什么你是零五 我又不是零五 就是就是这些呃 小的一些人际关系的这个冲突啊 在你接触的这些广场舞的团体里面 是不是也是比较频繁的存在着呢 我感觉嗯 问题不大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广场舞它是一个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集体一点的活动 嗯 很多人呢 更愿意在里面发挥一个主动的作用 比如说他去下歌 他更能觉得自己的作用啊 比一般的队员要大 嗯 嗯 所以这种踊跃性跟积极性啊 它是比较强的 对 而且的现在比如像互联网啊 到到处都有 家家都呃 装了电脑 都接通了宽带 不是说下歌的问题 这是简单的东西吗 嗯 如果你健康日久的 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呃 我感觉这种 他说的那种冲突啊 嗯 不是很大 不普遍 而且像在我们不是很普遍 就是比如说你的小技巧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愿意去做 比如说 特别有些队伍里面有队长 有领班 或者副领班 类似的 嗯 就像一些身份的人群 他更愿意去承担 这么一大部分的工作 比如说 大家有不同的歌曲 但我就会选我自己的歌曲 去推荐给大家 大家都认同了 哎呦 那我的那种 成就感啊 工作感就会更强一些 所以说他就 很愿意去做 而且像我们这种乡村里呢 比如说我刚才听了一下 就是比如说像城市里 有一种 对与对之间的冲突啊 或者是老民的事情啊 嗯 这边还是比较 少的 为什么 现在你要跳舞 要不去广场 广场本来就是一个喧闹的地方 是吧 嗯 其实他那个音乐也不会特别的大 因为他音乐大的话 比音箱最近的是谁啊 是他们自己啊 可能自己都会觉得吵 是吧 他就会把这个音量调到合适的一个位置 人多的时候 可能声音大一点 人小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用一个 小的那个 单放的那个 那个放音机就在旁边 甚至 我们看过这里有些人 可能两三个人 自己就把手机放在旁边 就放个小音乐 我觉得老民的情况 在我们这个地方啊 不是表现的特别突出 嗯 那他们会不会也像电视新闻里面 有的时候在微博上传的 就是斗舞啊什么的 就你是那个风格 我是这个风格 我就非得把你比一比 你们那跳舞 他会分风格吗 就是流派吗 有 这个有 因为每个人的队伍啊 包括业务指导啊 队长啊 他的风格不一样 所以说他们选的舞蹈也不一样 包括我们现在 你去网上下的歌曲 因为很多人 他自己不是学舞蹈的嘛 他就是八代 就是网上有什么一个录像 他就跟着学 你可能学的是那个拉丁风格的 可能就是拉青风格 你学的是民族风格的 那就带出来一般民族的队员 大家愿意去交流一下 因为这个毕竟是个社会活动嘛 大家愿意去交流一下 看看谁跳得好啊 学习一下 这个冲动还是有的 像我们这里的一些比赛活动啊 有两种层次 一种是他自己去组织 我很奇怪啊 因为我们按道理 因为组织一个活动 作为我们政府来讲 就涉及到很多方面 比如说资金啊 场地啊 人员啊 后勤啊 很多方面啊 感觉组织一个大活动比较难 但是因为有民族呢 他这种主动性 轮动性 我们这里有一个地方 它是两省 一个四线的交界的地方 他们就 本来就不认识 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但是他们 因为这个广场舞 他们自己组织了一个跨省的舞蹈交流比赛 所以我们都觉得很震撼 因为我们本来是搞那种 官方自己还高起来呢 他们就搞得轰轰烈烈的 我觉得那种交流啊 的确而且他通过两省 几个线的交流可以促进 通过民间带动政府 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些老百姓的沟通啊 包括一些信息方面了 包括一些经济方面了 也就带动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嗯 哎 你说呢这个民间和官方呢 就觉得很纳闷了 你说为什么官方他可能想要去推 或者花大力气去去搞一些交流啊 或者比赛 他反倒他弄不起来 民间他要干 他很快他就可以很红火了 这这是个什么道理 因为民间的话呢 他就相对说更肥义一点吧 官方的话你要走程序啊 比如说你首先你可能要资金的一个支持是吧 要拿几个单位来组织 要人员怎么保障 官方就希望更规范一点 更体面一点吧 包括那个活动也不要出事 就是说他考虑的因素会方方面面很具象化 民间的话呢就可能是 我们约好了 两个是你们组织三个队 我们组织三个队 我们礼拜五到你们村里来跳一场 然后下个礼拜到我们村里来跳一场 他们就很 几个领队的一商量就可以定下来 作为官方的话 它的那个就是那个程序性的东西啊 就比较多一些 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场比赛 但是是 我觉得是很有震撼力的 因为是我们 我参加工作以来 所有 就是参赛队伍最多的一次 和参赛人员最多的一次 搞得轰轰烈烈的 我觉得很壮观 好 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 就先聊到这 谢谢你段先生 谢谢你的介绍 拜拜 拜拜 好 这个说到官方和民间啊 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你看 有的事吧 就是官方一掺和进来 他就容易把一个简单的事弄复杂 对 就像这次他弄一标准来说 你当然可以完全把它放一边 你不去理会它 但是有点担心官方 他想去搞什么引导啊 搞什么标准啊 他就可以 他说不定把一个民间 本来很茁壮发展 和自发生长的这么一个东西 反而弄的 对 很扭捏 很奇怪 其实他们想要推在 民间的这种官方的 呃 广场舞的协会嘛 我看总绩他也说 下一步的工作 重点就是在这儿 包括要做全国性的 展示交流啊 包括要征集更多的 广场舞的编排啊 包括定期根据新的歌曲 推出新的广场舞等等的 但是你看到目前为止 中国唯一的一个 注册了的广场舞协会 其实还是在香港注册的 叫中国广场舞联合会 哦是吗 因为你在内地注册 这种协会的门槛是很高的 除非你有官方的支持 呃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 总局要把它收编 因为总局也说了 说我们是管不了的 这个广场舞茁壮发展 就算我们想管大妈们的脚 也不会投票给我们的 呃 所以其实 呃 我们能看到 总局选的这些东西 它是有意图去引导 包括去扶持 广场舞的发展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 适得其反的效果 好 我们来听一听 这个总局的叫做 群众体育司的司长 刘国勇先生 他是怎么说的 把他的话给记牢了 将来万一有一天 他实验了 咱们可以找他算长 那么我们推出这12套 希望原来在广场 跳舞的一些童子 能够在原来那个舞种上 找不到的 能够找到他们更加喜欢的 很简单 我们想就是一个人去饭店 吃饭点菜一样 啊 希望我们这个菜谱啊 能够再丰富一些 啊 再再丰富一些 所以最近我看到有些 网民也担忧 说是不是将来 全国就跳这12套 其他都不跳了 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吧 误解 他不可能 你想就是就是说 我有这个想法 老百姓自己也不会答应 因为现在他是全国人民 跳一套操的时代 早就过去了 这种个性化的需求 会不断的张显 肯定不会强的推广 他就是一个推介 哎 还算清醒啊 对 说他是有一个尺度的 但是既然都不会跟着你那套 你干嘛要出呢 是不是有经济利益 对 这个背后经济利益可就大了 你发现那个 那个什么 光盘啊 等等的 包括音乐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假设做一个全国性的 广场舞比赛 那大爷大妈们 得有多踊跃参加 那比如说我们就按五处来说 我们有规定的套路 规定套路就这几套 在全国推广 然后呢有自选套路 然后再评一个总分 假设我这比赛在各省的省会城市的 大的体育馆办 总结算在鸟巢办 那你想 那中国肯定是万人空巷 能赚多少钱 我觉得不如哪个企业 先占这个先机 先把这个事给干了 哎 这真是哈 广场舞产业在中国也是 估计是要越来越 越蓬勃兴起了 这也是非常中国特色的 一道文化 那也不助你参与人数多 假设每个人就收十块钱报名费 有一亿人呢 也有一亿呢 对吧 哎 但是呢 我就开始有点担心 本来是一个非常纯粹的 群众自发的一个娱乐性的项目 你如果慢慢的 好像一些经济利益啊 或者一些 那包括你来 你争我夺的 这些所谓的争夺一些荣誉 就怕老百姓最开始那种 单纯的纯粹的快乐 有一些破坏 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 最不希望看到的吧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哈 但我觉得你担心是多余的 群众的眼睛是血量 好 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下周见 拜拜 拜拜